大家平安 我是大寶法王Johnny 我又來幫大家解答各種保險法律上面的疑難雜證了 台灣的馬路有三寶 酒駕逼車亂亂跑 這些三寶已經成為了所有守法守規矩的行人和價值的心中永遠的夢魘 那如果遇到的呢 有的時候他闖了貨還落跑 讓我們呢只能夠 但是我們除了感到無奈哀聲嘆氣之外 有沒有什麼保障是在我們遇到馬路三寶的時候呢 可以提供給我們的 今天法王就要來跟大家談一談 如果遇到馬路三寶的時候 你的保險怎麼樣保障你 首先法王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那小吳呢 他工作了幾年 攢了一點錢 買了一台全新的休旅車 有一天呢 他就開著全新的休旅車 載著女朋友出遊 走了北宜公路 那麼在北宜公路經過了彎道的時候呢 突然間他看到迎面對向而來 一步超跑準備要超車 而且這部超跑他是跨越的雙黃線 對向超車 也就是說他已經跑到小吳這邊的車道來了 超跑的速度非常的快 眼看小吳就快要跟他對撞上了 如果這個時候對撞上去的話 不但小吳可能會車子嚴重的迴損 而且會危機到他跟副駕駛座的女朋友的性命 所以這個時候在千鈞一髮之際 小吳呢就整個人 只好趕快把方向盤往右打 讓他的休旅車去撞到右邊的山壁 那造成了車子的損傷 但是呢也總算避過了一場對撞的車禍 事後呢小吳向他的保險公司 請求理賠修車費用 大概20萬元 但是呢他的保險公司 看了一看小吳的保單之後卻說 嗯你這個不能賠 因為你所保的是秉氏的碰撞鞋 而秉氏的碰撞鞋呢 你自撞山壁 不好意思我們是不賠的 小吳看了 什麼 他驚呆了 因為我今天如果說是 讓我的車子跟超跑對撞 造成比較嚴重的損害 反而保險是可以賠的 但是我今天去自撞山壁 反而我是避免了比較嚴重的損害 造成了比較輕的損害 你保險反而不賠我 天啊天底下哪有這種道理 那麼從這個案例裡面呢 我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小吳這樣子的驚嘆 有沒有道理 那麼還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保障小吳的權益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 車體險到底有哪幾種 車體險到底有哪幾種 車體險一般市面上呢 有賈氏、乙氏和秉氏三種 賈氏的城堡範圍最大 當然他的費用最高 秉氏的城堡範圍最小 所以說他最便宜 那麼賈氏的城堡範圍是什麼呢 賈氏的城堡範圍 除了車碰車以外呢 所有的火災、爆炸、閃電、墜落物、拋植物 還有不明車損以及人為破壞等等 全部都理賠 也就是說 賈氏車險對於車體的損害 提供的是全方位的理賠 那秉氏車險城堡範圍最小 他保的就只有車碰車 除此之外 其他的通通都不理賠 乙氏車險就戒在兩個中間 乙氏車險城堡的是 車碰車、火災、爆炸、閃電、墜落物、拋植物 但是乙氏車險不保不明的車損 還有人為的破壞 所以說在這個案例裡面 小吳他因為保的車體險是秉氏車險 秉氏車險因為他只保車碰車 所以說從表面來看 小吳他的車是自己去撞牆 自撞山壁確實並不是在秉氏車險的城堡範圍 那這個時候一定有人會問法王 那小吳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獲得理賠了呢 小吳是不是只能在那邊哀聲叹氣了呢 小吳是不是沒有保障了呢 答案是有的 有的 有的 這個時候法王要告訴各位一個救命的條文 我們的保險法規定說 如果說是因為避免減輕損害所產生的必要費用 保險公司仍然必須要理賠 縱然說這個避免或減輕損害所產生的必要費用 加起來超過你投保的金額 保險公司還是要理賠 那麼如何來認定避免和減輕損害所必要呢 只要是 你所造成的損害 是 就是為了要避免更大的損害 這個損害不管是財產的損害 或者是 人命的損失也好 只要你所避免掉的一個損害 是非常重大而顯著的 但是相對來講你所造成的這個費用 相對是微小的 那麼 這個就是避免和減輕損害所必要產生的費用 這個部分 保險公司就必須要來理賠 那麼 在小吳這個案子裡面 小吳自撞三幣 造成他的車子損失所產生的修理費用 是不是為了避免和減輕損失的必要費用呢 答案是 是的 因為 小吳如果他當時方向盤不往右打 讓車子去撞到三幣的話 很可能他就是跟 這位超跑的駕駛對撞 對撞的話 不但車子的損傷會比較嚴重 可能造成了至少就有三個人命的傷亡 包括小吳 副駕駛中的小吳的女朋友 甚至這位是超跑的司機 因此呢 小吳他自撞三幣的行為 其實避免了人命的損傷 而且也讓車子車禍的時候的修理費用 反而降低了 因此呢 小吳的行為就是很標準的 避免和減輕損害所必要 這個時候 保險公司 就算小吳保的是秉飾的車險 依據保險法這個 避免減輕損害必要費用的條款 他還是必須要 理賠小吳的修車費用 這樣子 大家聽懂了嗎 我是大寶寶王 我專門解答各種保險法律上面的 名單雜證 為保險消費者 質疑一條明路 點起一盞明燈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大寶寶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哦 掰掰